今天是一宗近期發生的新聞 馬安山福安花院商場 早前被揭發有無牌經營按摩院 有很多補習社慶趣班的屋院商場淪為急骨牆 還拘捕了兩名本地女子 一名49歲,一名42歲 涉嫌經營無牌按摩院 大家看完49、42歲,有時拘捕是未必拘捕骨妹 因為通常拘捕是持牌人,或是看著那裏 可能是經營 無牌經營,很難有持牌人 無牌經營,不是持牌人 他可能有經營者 但又有人拍照,有花尖招展的中年婦女 在商場下拉客 雖然我家附近也有一些按摩場 不是按摩場,是二樓可以按摩 其實是正經的 他們都會派傳單,通常找回監獄 門口看檔的人去派 不會打扮到花絲招展 但這件事,多人說的原因 不是按摩場那麼簡單 一定不是按摩場那麼簡單 以我們的經驗 首先這是一個死場 福安商場 通常商場有補習班,又有興趣班 你都知道租一定很便宜 所以你才會租這個地方上堂 既然租得上堂,租這麼便宜 那些人就經營了按摩院美容院 起初這個美容院在2008年已經開了 但好像近半年才開始轉型做按摩院 當然,按摩院這件事好像在香港的歷史很悠久 按摩這件事在全世界歷史都很悠久 問題是甚麼按摩 現在當然是說不正經的按摩 不正經的按摩,我不知道 以前應該是1950年的時候 什麼女子擦鞋 是每一種東西都狀況 擦鞋就不是按摩 擦鞋就意思是穿得很低空的衣服 你擦鞋 女子每一樣東西 我記得以前日本的時候 有些女子駕鞋的士 是包含那件東西的 是收一元 一邊駕鞋 因為那時候 是剛剛日本初初有的士 初初有車輛引入 原來那些人坐尾車 所以坐車就包車鎮 我看日本歷史就看到 我聽朋友說內地展覽法都有 是 什麼叫法郎 那些什麼三山一水 法郎比溫州城還早 按摩之前才有法郎 第一個就是法郎 那個叫做向西村 向西村上宣傳 向西村的法郎 深圳有名的 法郎有一個房間會怎麼樣呢 沒有什麼概念 我真的不知道 你凸骨都說可能有一個房間 法郎好像有按摩房 一定都是一樣的 總之它的門面是法郎 進去就有很多人飛發的 應該有飛發的 因為我去過 我去過那些地方 他真的進去飛發覺得很奇怪 之後他去洗頭覺得很奇怪 不過不要拉我這麼嚴重 我先拉回這次的按摩院 是不是大師在香港的歷史有多一點 應該是這樣 應該就是1980年代 北角有一間 XX華 是全香港號稱全香港第一間斜骨牆 它就是一個奇才去做 當然是 一個月就回本了 但是根據這些掌故 他之前就有一間是更早的 但是那一間就是做得很適合的 那一間就是黃刀 黃刀芬蘭育 就在黃刀戲院那裡 但是那間做得不太好 那個人就是 我覺得是商業就是這樣做法 就是一見到這間你做得不好 而這麼好銷路 於是我就做得好的 就立即適合你了 好和不好的分別 即是企利一點 乾淨一點 就是管理得好 豪華一點點 是的 我就覺得 就是我見到很多做生意很成功的人 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 見到你一個很不成功的人 但是你都賺錢 你做得這麼賺錢 那我就做得好 但是有一個經濟學角度 或者是市場的問題 我都很有趣 就是說 因為我小時候 我家人爸爸也有帶我出去洗澡 這麼小 小到什麼時候 小學已經出去見識了 你的爸爸真的好 即是機會不時屬於我們 爸爸這些 他去打骨 他只是在游泳 以前的游泳 沒有去淹水 我純粹去玩水 你說有一個很大的水池 又有桑拿房 又有獨筆房 那你就賺錢去玩水 我賺錢去玩水 他們就去打骨 不過蕭若元也帶蕭定一去打骨 是嗎 是 我亦都見到一個很有錢 一個千億級的富豪家族 都挺孤寒的家族 他說 他回憶我 阿爺對我最好的時候 就是他 阿爺 就是他帶他一起叫雞 這樣 那時候他爺沒死 我帶我一起叫雞 說阿爺對我好 你罵誰也行 你說老爸沒問題 不過尊敬的話 你千萬不要 你一犯之恩 你千萬不要 你一犯之恩 不是 整天都大概 多犯之恩 我想說回那個經濟問題 就是說 有了那些 大師剛才說的那些蛇骨牆之後 其實是 對 我小時候的那些 正骨牆的經營 我覺得是有個威脅 生態競爭的時候 因為有些是傳統 現在還有沒有正骨牆 其實有 當然有 應該反過來 什麼中全都是正骨牆 現在還有沒有斜骨的正骨牆 其實 我想斜骨應該這麼說 就是大牆來說 很多牆都不是希望做斜骨 只不過你沒有斜骨 你沒有 這就是他剛才說的 因為有斜骨牆的威脅 令到你正骨牆都要做 其實這個高登仔有純意 這是鬼暑機 你也要有一些鬼暑機 才可以跟這些斜骨牆競爭 對 即是你有些 懶來經濟的說法 劣幣驅逐良幣 那些你當作斜骨牆是劣幣的話 如果你鑑一個正骨 可能是四五百元落樓 鑑一個斜骨是三百元落樓 即是在我的常識 有色情的內容 照計應該是貴一點 未必 因為我最簡單的經濟的計算 就是你鑑一次正骨 鑑多久 這樣就鑑兩三個小時 可能真的鑑兩三個小時 有自助餐吃 各場有美麗 可能它的成本是 放在這些周邊的產品上 如果是斜骨的話 如果純粹是為了鑑斜骨的話 你鑑多久 一個小時 這樣說吧 如果以夜總會來說 所有最貴夜總會的女人都是不外出的 OK 所有最便宜的女人是最便宜的 女人的價格就是 你價錢越高服務越少 這是純粹的供應學法 每一種花款 越多花款就越便宜 冰火、五重天、電光、獨龍鑽這些 全部都是最便宜的產品 而假如你說一個明星 你應該是甚麼都沒有死瘀 聽過了 所以越是低檔的東西 越多花款玩的 而且越便宜 越便宜 你應該說回按摩牆的經濟理論 都是成本 純粹從成本的角度 去提供整骨的服務 另外有一個法律的來源 香港經營淫業是合法的 但你又不能依靠妓女為生 那不是淫業 是不是淫業 經營場所合法 經營場所合法 所以有一流一 一流一就是你自己一個人去經營 他就不可以說你犯法 雖然是有狼狗 但是為什麼要有按摩院 就是方便管理 就是一來當然掛了正牌 人們上去就沒有那麼嚴謀 二來就是你就可以有一個keeper 控制了那麼多個按摩的成員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馬鞍山福安商場 就不是抓他賣人 就是抓他無牌經營 我首先反對你這個說法 不是很面目這個說法 我想你如果上去的那些 香檳大牙現在收拾了那個 我想都很面目的 首先你就算去馬鞍山 都不會面目的 為什麼是面目的 因為旁邊都是我興趣班 我也是興趣班 不過是成人興趣班 但是你都知道那些是面目的 你光顧這些場所 也是面目的 或是按一、六、一、按鐘 其實就是價格問題 你如果去找到一個名聲 一百萬 你周圍跟別人說 你不給唱我不給錢 你如果去找一個名聲 你不給唱不給錢 所以這個是反過來 好東西就不怕別人分享 壞東西就便宜一點 所以就不好意思 因為你這麼欲書 一流一 圍著一個鞋對 都是不要跟別人說了 但是現在說大型那些按摩院 其實大型也是幾間房間 他有些是在酒店裏面 又或者是他有些有女賓部 那給人的感覺是好像 那女賓部 應該不是啦 以前大陸的骨牆都是這樣 有女賓部安排你老婆在旁邊打 但是你自己就有正事做 香港不知道是否呢 大陸其實是可以 你是男人和女人 一起同在房間打 在香港最初的時候 現在都好像打 是以前那麼迂腐 因為男人和女人同在房間打 更加反而沒有其他東西 你知道男人一旦當然是一男一女 骨牆在那裡 才會問什麼 香港從來都很迂腐 其實現在是學習的 我據我所知是可以的 但是以前從來都不行 問一個問題 既然我們是三個中產黨 因為我對鎚骨完全沒有興趣 所以要更加問 中產其實是否會去這些 大型骨牆鎚骨 我做了一些市場調查 是怎樣 因為都是位學術的 是OK明白 問身邊的朋友 我是覺得 我以前沒有想像過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我小時候是爸爸 帶我去那些鎚骨牆鎚鎚 那些都是做生意的 即是做生意的 我也是以為是年紀大一點 這些是老餅的東西 年輕人 衝什麼鬼涼 為什麼骨牆鎚鎚 但現在不是 我認識一些年輕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女生 二十多歲的那些 她是有幾大骨印的 可能她會回內地鎚鎚 因為內地她也覺得是便宜一點 有時上去去 可能是過了東西 有很多東西吃 她覺得是一個短的旅程 一班女生朋友這樣去 我聽到有些人這樣做 但如果她有時忙 打開這條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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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我經常請女生去打 所以你不是說什麼 我覺得 其實通常我請女生去打 是什麼狀況呢 就是大家常常睡覺 沒什麼要做 我又不想繼續跟她 再發展下去 沒什麼好談 不如我請她去打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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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需要解決,很多有錢人都需要邪骨 你以為猜不到,為何這麼有? Superrich,即是過百億身家 過千億身家 簡單而言,有些很害怕的人 是高級的邪骨牆,即是幾千元買單 高級的邪骨牆都是幾千元 過千億身家的富豪,其實都是幾千元的邪骨 這是一個將上流社會和我們中產拉近距離的場合 蕭關叫的一隻雞,Robin Brown 都是收一千多百元 你不要當這麼高級才行 其實現在的角度來看,你可否覺得 骨牆其實是一個拉近社會階級,減低階級矛盾衝突的場所? 香港從來都是 我覺得應該是女人都已經可以解決過 至少是男人的階級矛盾 沒有解決女人的階級矛盾 即是嫖妓是很能夠解決男人之間的階級矛盾 很多年的時候,香港的階級矛盾 就是靠那些大陸香港人,香港的低下階層 去了大陸嫖妓去解決階級矛盾 結果製作更多階級矛盾,就是現在的雙飛 為何我問這個問題呢? 我又不喜歡踏骨 但我經常看上網,高登仔介紹 我們去大陸骨牆踏骨,邪骨也好,正骨也好 結果他們覺得香港的骨牆很貴 我們在大陸踏骨,反而可以享受到這個骨牆 香港骨牆差不多 可能香港的骨牆更多 但大陸骨牆應該說,整個服務比較多 你可以玩一天,一個節目來玩六七個小時 七八個小時,有很多東西在裏面玩 是,就是批腳皮,坐椅 而且有很大的東西,可以跑來跑去 有很大的場合,可能有幾萬隻 有幾萬隻,大家有一個聚集 我聽過有一個曙光隧道,不停有些花瓣射 那條道路都行不完 有很多東西,有電影看,有什麼東西 餐廳又很大,有很多東西吃 可能有幾個餐廳,又可以唱K 有很多東西做,整個東西 可能你買單更貴,但你做多一點 跟香港的情況不同 香港就指定是踏骨就是踏骨 大陸就變成一個道程 它有幾萬隻面積和幾千隻面積的分別 在香港的話,有些人約,有些朋友都說 如果約看球,我預期去酒吧 如果有些人約會去酒吧 可能我扶他們,不如在那裡捱一下 等看球 還沒到的時候,要欺負一欺負 香港很多,現在四五點五、六點 你可能會扔你走 大陸有睡眠區,你只會在那裡教 於是整個管理會分別很多 最後我也是問一個學術的問題 所謂學術問題,都是借著學術的名字 其實我聽過很多所謂鬼暑機 我經常都不明白,為何有很多人很享受去正骨牆打斜骨 為何你不堂堂正正,你就去斜骨牆打斜骨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很享受去正骨牆打斜骨 就是希望像梁家婦女 為什麼心態這樣? 我講不到給你聽,我講一個事實給你聽 我這個有深層的原因 他會不會是因為他覺得他貪我英俊 貪我有吸引力才會 他不是貪我錢的 他貪我英俊才肯 但是希望梁家婦女就像雞 是 很奇怪 好,今天這個話題很敏感 我都不知道最後出不出到 出到當然是你們幸運 好,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好,下次再講